好,我們現在又回來了 那老師剛剛先了解我們牆壁怎麼做 然後又有那個門跟窗 那在這裡剛剛也開始老師慢慢有一些操作上 你想要更快或者更方便的一些問題需求 那首先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既然是牆壁 那你要知道說牆壁它預設的高度是250公分 就是從下面到上面 下面到上面250公分 然後牆壁本身是有厚度的喔 所以它的厚度預設就是14公分 那麼在SYOM 3D裡面 所有我們的操作 你記得一件事情要做任何的移動 要做任何的調整 通通第一個要回到建築 你只要是建牆壁跟建地板 它就認為就是你都是專門在建地這樣子 好,那第二個你要做調整就點到它 多多兩下 Double Click 好,不管是模型本身的調整 或是牆壁本身的調整 你都可以直接點兩下 比如說像各位你現在看到 我是不是點到牆壁 我就點兩下 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 牆壁的高度有沒有250公分 牆壁的厚度有沒有14公分 對不對 好,這樣子你就可以比較清楚知道它 好,那牆壁我們就要問一下大家 請問你們家的牆壁 內牆跟外牆塗裝有一樣嗎 浴室跟那個廚房跟客廳 是不是也都會不一樣 對,所以說我們來看 既然我們講到牆壁 牆壁就有分裡面的牆跟外面的牆 它有分左側跟右側 但是怎麼分左邊跟右邊 來來來,這個重點來了 怎麼分左邊、右邊 要看一個東西 看什麼東西 你當初畫的方向 因為左右是一個相對 對不對 就跟我們講說南邊跟北邊 一定是絕對的嗎?沒有啊 對不對 你在我前面也有可能在我後面啊 所以呢 我們怎麼知道你當初畫牆壁的方向 老師你可以仔細看一下 牆壁裡面有沒有發現會有個箭頭 有沒有注意到? 有注意到這裡有個箭頭嗎? 所以你知道我當初怎麼畫的 是不是從左邊畫到右邊 所以人站在這裡 看過去哪一邊是左邊哪一邊是右邊 上面是不是左邊 人站在這邊看這裡是不是右邊 可是相對的如果我從這邊畫過來 人站在這裡 這裡上面是右邊 下面是左邊 所以你知道那個是相對性的 所以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如果呢 以我這一道牆來講 我的左邊就是外牆 我的下面這邊就是內牆 好 所以當你點兩下的時候 咚咚咚 我們就可以來設定 你的左邊就是外牆 那你可以選擇 是單一個顏色還是要加上紋理 就好像各位你們現在看到我們這邊的桌子 我們這邊的桌子的話請問大家 你看我們這個桌面 這個桌面 這個桌面 跟這個木頭這麼大片 哈哈 假嘛 對不對 它是皮而已 所以這個我們就稱作紋理 這樣導致了解那個概念 這個就稱作紋理 所以你今天想要用什麼樣的材質 我們一般3D要來把這個稱作材質 你就可以自己去調整 那我們來看喔 使用3D裡面 你點到這裡 點到它後面這個 後面這個小小的按一下 好 一樣的 你可以在這邊 你可以直接透過這裡找 那我們中文化的作者 這個李設計師呢 他真的幫我們翻譯得很好 而且他也幫我們準備 其實我給大家的那個 模型啊材質裡面有很多都是他整理的 因為他本來就是做室內設計 所以對於這一塊就相當的了解 你可以直接去選 那當然呢 你也可以在這裡 是不是可以直接用關鍵字 有沒有 可以直接用關鍵字 比如說 老師我們現在都比較懷舊一點 你想要有紅磚牆 我就在這邊打一個紅磚 我看看有沒有 沒有應該有 沒有喔 紅 那我看一下 紅 我記得應該有磚牆 小紅磚 小紅磚 這個 然後呢 紅磚 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這個 有沒有都有中文化 這樣有沒有覺得要選比較容易選 好 你看喔 我就選這個 好按確定 我們確認一下 你看裡面的牆不會變 來 我們看一下外面 有沒有變了 這樣有懷舊的感覺嗎 不用買老房子嘛 呵呵呵 自己做就好了 是 老師請問 同一片牆壁可以做局部的不一樣的材質 欸 如果你 就是同一片牆 你要做不一樣 牆壁要分割 對 比如說你看我們剛剛講的 我的浴室跟客廳跟廚房是不一樣 因為它這樣一設定是不是整面牆都變了 所以如果老師你現在就有這個需求 所以你看 老師 我們這個蓋房子都 心都很大的 有沒有 不會先只有蓋我的房間 哈哈 老師已經先想到很多問題了 所以請你移到牆壁這邊來 直接在上面按滑鼠的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分割牆壁 我看一下 誰這樣 看到了齁 好 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把你的一面牆 有沒有 變成兩面牆 那 老師就會產生第二個問題 我們家又不是剛好平分 對不對 所以你就移到這裡來 有沒有 移到這邊 自己調整 這面牆靠過來一點 這邊 這樣有沒有可以設定兩面牆的 這樣你了解了 好 所以你就按右鍵分割就好了 它就可以把你把它分開 那 這樣 有沒有問題 請問 會分割 可以合併嗎 哈哈 按右鍵 好像沒有喔 有沒有 對不對 沒有 它沒有合併 好 它沒有合併 所以 如果你真的 不要的 沒有關係 我就把後面這個牆 刪掉 你看我把它刪掉 現在是不是有一個空間跑出來了 那我再把剛剛原本這個牆 這裡 有沒有 拉拉拉拉拉 跟它拉過來 這樣是不是都吸在一起了 這樣老師大概了解意思囉 所以如果說你剛好已經分割過了 你就可以把一個牆壁刪掉之後再把它貼過來 那這裡有一個小技巧 老師倒是可以順便學一下 因為你看喔 我自己拉的時候 我如果這樣子 你覺得這樣牆壁有接好的嗎 你有沒有感覺到這個牆壁有氣感 有沒有 接的不漂亮啊 這個真的會影響喔 為什麼喔 因為 如果你是追求完美的人 是沒有辦法接受你們家裡面有這種狀況的 你看這個小小的地方有沒有 這小小的地方這樣不行 所以如果你要接的好 我們請他來幫忙 怎麼幫忙 你把這兩道牆 你看我用框選的 有沒有框起來 按右鍵 有一個叫做牆的接合 看到了 按完了之後 有沒有感覺接的比較漂亮一點 這是完整的 因為我們這裡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剛剛在這邊喔 如果你平常在做的時候 我另外開一個新的好了 我這裡點一下 我建一個牆壁 點一下到這邊結束 那我再點一下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都是用手動的去接牆壁 那怎麼接這個牆角就是不夠漂亮 對不對 你看那些去去咬咬咬 所以你就把它一起框起來 但是強調一下只能最多兩個 你如果有三道牆 沒有好 嘿 你看我按右鍵 牆接合 有沒有接得很漂亮 這樣是不是就完整接在一起了 他就是都把你切得好好的 所以這個小地方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子之後再接合的時候就會比較OK 那外牆有的 那我們就順便設定一下內牆 所以你看我就一樣記得喔 一定要回到箭頭喔 回到箭頭,好點兩下 所以我剛剛是左邊的牆 那我現在裡面的牆是右邊的,我再點一下 如果你想要有木頭的 我就找一個木頭的木 好,哇太多了喔 很多,你可以拿地板的也可以,你可以拿這個都沒有關係 你看有竹邊的 所以真的好多好多 看你要哪一款呢 石木的 木皮的 對不對我們 買不起右木嘛 要自己弄 哈哈哈哈 你可以自己試看看喔 這個效果其實都還不錯 好,確定 確定 有沒有貼起來了 那 老師呢,在這個地方啊 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你覺得這樣貼起來好像太密 你的那個貼圖的 就是這個 我們現在貼起來是不是覺得還蠻密的 好,如果你希望它紋路 看起來比較清楚一點,我可以把那個 材質變大一點 好,怎麼變大喔 你看喔 一樣點兩下進來 好,我剛剛在這邊 我們剛剛在選 對不對 你看喔,你選完了先不要按確定喔 先不要按確定,你看你的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 我 這張貼圖可以變大張一點 其實我們的貼圖 一個概念就好像我們那個包裝紙 我們 去買那個包裝紙,上面不是都有很多紋路嗎 那它是不是可以變得很大張 它就像這樣一張一張把它貼起來 好像姓名貼那樣有沒有,把它整個貼嘛 好,所以我如果這個比較大張 貼出來的圖案就會比較大 好,比如說你看 我把它變成 這個 400好了 好 比例變400 按確定 確定 你有沒有感覺我那個木頭的紋路比較明顯了 比較不會就是這麼 這麼窄 這樣了解嗎 好,所以你就 在右手邊 就點進去 好,紋理 在這裡 好,就是這個比例 那有些紋路啊 其實像那個地板 事實上就是可能要調整一些角度 有些調整一下角度會比較好看 所以你看他們有時候在拼那個 那個木頭的那種地板 他會挑一下紋路說拼起來 有沒有,比較好看的 你也可以自己轉角度 只是我這個做牆壁就比較不適合 好 所以 我們是 像這樣用 那這樣是一面牆就設好了 請問 這面牆 有沒有一樣的方式 對不對 但是老師一定知道 有更快的方法 假設你要一樣的 老師回想一下你在用Word 在用PowerPoint的時候 有沒有用過一個刷子 可以做複製格式 對不對 好,我們Suite Home3D也有 真的 所以 如果你這面牆 像以我來講 上面這個我已經設定好了 我就直接複製 你看 我按右鍵 直接複製 好,複製好了 那我來這邊點到我要套用的 因為我不知道複製 墻本身 對不對 所以我按右鍵 你看 我按滑鼠右鍵 老師有沒有發現 他除了 貼上以外 還有一個叫貼上式樣 這個就是那支 筆刷的那個功能 所以如果老師你用TOLA 請這樣子貼進來 你有沒有感覺到 這樣就少設定一次了 有沒有 按滑鼠右鍵貼上式樣就好 不是只有牆壁喔 模型本身也是可以喔 就是這個模型 如果他的材質是這樣 我想把他拿到另外一個模型上 我就按複製 然後貼上式樣 他一樣會貼過去 這樣 有沒有感覺到 你們家的牆壁做好了 是只有你們家房間而已 就像這樣子 所以其實 使用餐廳為什麼他做起來很快 就是像這樣 你有沒有感覺到你只會2D而已 3D都不小心 對不對 我們都不會在3D編輯 都是在2D 好 那我等大家一下囉 好不好 你的牆壁 你先挑挑看 看看你想要什麼樣的材質 你比較滿意的 那當然我剛有提過 如果你用線上版 或者用標準的安裝版 他的那個 材質的部分就相對比較少 那裡面給你的材質比較多 你可以選的就比較多一點 當然老師也不要難過 你也可以call out求救 所以我們 後面會帶大家 你要call out求救的時候 可以怎麼做 好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 我們現在呢 你現在 只有兩面牆壁跟你的 門跟窗嘛 那我們現在這裡面 還需要一個什麼 一個地板 對不對 雖然你這樣沒有地板 你可以放下去 沒有錯 不會掉下去 但是 你就沒有辦法設地板的材質 而且呢 如果你 房間 有那個樓中樓 有沒有 你房間也可以有樓中樓 那或者是真正未來有 二樓三樓 你如果沒有地板 那就真的會掉下去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 產生地板 來你看上面這裡 我們剛剛畫牆壁是不是這個 旁邊這個 他中文翻作 繪製房間 可是不是中文翻錯喔 因為他英文版叫做room 沒有錯 就是房間 可是 他的意思其實就是我們講的 叫做地板 那一樣的 這個工具你把它點一下 很顯然 這句話 你還是不會看 一樣裡面有小技巧 好先不管他確定 你有沒有感覺跟我們剛剛畫牆壁很像 就是變一個死字嘛 好 那 一樣 他就是多邊形 所以你只要來這裡 你看 來這邊 你看你接近端點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會亮起來了 表示你已經對到那裡了 有沒有發現到 有沒有一個藍色的 有沒有你看我對過來 是不是有個藍色的 點一下 好來你看 你就可以自己移動了 好看你的 到哪裡 那只要你跟 你要的那個 端點 已經平行 或垂直 有沒有發現他都有那個對齊的線 這樣你再看會比較準 好 你看我再點一下 好 兩點乘一直線 三個點是不是又會成一個面 所以 一樣的到這邊點一下 然後到這裡 最後 最後要怎麼結束 多多兩下 滑鼠點兩下 就是結束了 多多 有沒有這樣就畫完了 其實我們剛剛畫牆壁也可以這樣 就是你如果畫完了 你如果不要按ES系的話就直接點兩下就好了 他就知道你畫到這邊結束了 好 這樣老師有沒有感覺到下面多一個地板跑出來了 對不對 但是要請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還是特別強調 不管你畫完牆壁畫完地板 一定要回到哪裡 箭頭 對你才可以去調整你的地板或者是 那個牆壁或者模型 這樣了解 來我再做一次 老師看一下 就在這邊 它是多邊形 一樣都是多邊形 點一下放開 點一下放開 你看 它會幫你算面積喔 有沒有發現 中間是不是有一個那個面積的 平方公尺 因為我們現在單位是公尺 算是平方公尺 你也不見得一定是這樣 有些時候可能是這樣子 對不對 有可能是不是剛好 四四方方的 你就可以像這樣去做 好結束我可以按ESC 反正他就是畫出一個多邊形 那 老師覺得這樣可以接受嗎 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當然有 第二個 因為有些老師剛剛已經 把牆壁給人家 這樣子了 有沒有 請問你 你要用多邊形把這些點點出來變成一個圓 容易嗎 有沒有覺得有點難度 有齁 所以如果老師 你有用這一種的 我先做一個給你看 我用這個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要大氣一點 來 你如果真正要做 其實比較快的方式 我會這樣做 先有牆壁 沒有錯 點 點 但是呢 我會把四面牆都做好 你看喔 假設我現在很單純 就是一個舉行 然後到這裡結束對不對 兜兜兩下 兜兜 這樣有沒有 蓋出一個監獄來了 不符合人性的監獄沒有窗戶喔 這是關井壁的 好 重點來了 我現在是要畫地板 點下去 因為 平常大家都不看這裡 它裡面其實就有這個小技巧 只要你的牆壁是封閉的 我現在牆壁是不是封閉的 所以我只要在裡面 有沒有 封閉的狀態下 直接點兩下就好了 但是前提是 我已經切換到什麼 切換到 建立房間 就是畫地板 你看喔 兜兜 有沒有就做好了 好 那如果你是 有角度的怎麼辦 管它 你有沒有角度 你看是不是這樣 我這邊也做一下好了 一樣 進到畫房間的工具 兜兜 有沒有不小心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 對不對 所以一般大部分的情況下 我們都是先把牆壁先建好 只要你是封閉的 你就可以 在裡面直接點兩下 那做好了 就跟我們外面蓋房子一樣 我就把這個 拆掉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那個空間就留下來了 這樣地板是不是就有了 也就是說我 完整的這個 只是為了要 方便我產生這樣的一個 地板出來 因為我們牆壁有這個功能 可是很抱歉 地板沒有 地板沒有辦法點到它就直接拉 你看 它沒有很認真 一點點的幫我們做完成 你應該點不出這麼規則的嘛 這樣有了解嗎 所以前提就是 如果你的 牆壁是封閉的 那 假設我現在 我現在這裡沒有封閉的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就回到牆壁這裡來 我可以繼續接著下去 你看我在這邊 我如果滑過來 你看 因為我要從這個點開始接 對不對 所以我去找到它 最後結束的這個點 按一下 它就自動把我們接起來 你看有沒有接起來 好那我就繼續囉 走走走走到我要的位置 好到這裡了 點一下 到最後結束這邊 點兩下 咚咚 這樣我可以很確定 我的牆就是封閉起來了 那現在呢 就用地板的工具 咚咚 這邊就有了 如果 萬一你點兩下 沒有任何反應的話 不要懷疑 你們家有破洞 呵呵呵 真的真的 我做一個給你看 我做比較誇張的 這樣有沒有很明顯 這裡有個洞 所以呢 如果你有洞的狀態下 它就不理你了 咚咚 有沒有沒反應 咚咚 沒反應 好 所以 你 一定要把你們家的洞 補起來 點到它 你可以不用補得那麼漂亮 但是一定要像這樣有交叉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牆壁是有交叉的 只要有交叉了 就可以很確定 你們家的牆壁是OK的喔 多多 它就承認你OK的 這樣子 老師對於 如果你的造型 比較特殊的 有沒有知道要怎麼調整的 其實 像這些就是小技巧 因為如果沒有跟你講 有些人在這邊就會遇到一個瓶頸 他就覺得 好像不是那麼好用 對不對 事實上他都有 考慮到這一塊 好 這樣子 地板 有了之後 老師一樣的方式 地板可不可以設材質 可以 不用懷疑 點兩下 直接點兩下 多多 說有沒有跟剛剛很像 啊我地板 在這裡 地板 有沒有一樣有文理 這裡有文理 你可以選 好 那 如果呢 老師你的地板 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可能有隔間 那 浴室啦 廁所啦 房間 地板不一樣 怎麼辦 你就可以在這邊再畫第2個第3個 就是你可以畫第2個地板 第3個地板 我在這邊再隔開 比如說像這樣 有沒有 你也可以把原來的縮小也可以啦 那我也可以再疊一層上去 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有兩個材質放在上面 好我先暫時不用 我就先用一個 點兩下 好我就來這裡 設定我的 紋理 那地板的話就看 老師你想要用什麼地板 難得沒有預算的限制 對不對 看到喜歡就用了 呵呵呵呵 來你看 像我這一個 這個也是木地板的 好 它是橫的 那我就先試看看把它 套進去喔 好 像這樣 可是老師有感覺到這個好像太花了一點點 對不對 所以跟我們剛剛一樣 你也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甚至你轉個角度效果都會更好喔 來你看喔 我來 先變大 大片一點 我用200好了 但是 好我們先看一下好了 變大片 有沒有這樣 木頭的紋理比較OK 對不對 那我再轉個角度喔 你來看看這樣轉個角度會不會好一點 好轉個45度 它就用這個角度貼上去 有沒有 因為其實有些那個紋路啊 是要稍微轉個角度效果比較好 所以不要說 我選到這個材質我就通通都用它 預設的 不見得比較OK 所以 老師你坐到這邊 恭喜你 你的基礎工程就做完了 就跟你去買了一間房子一樣 剩下的就擺家具了 真的 真的 所以老師你在這個地方你可以先試一下 你的地板 你要設定材質就點兩下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如果你的造型比較特殊的 你先把牆壁做封閉的 這樣子 你要產生地板就非常快 剩下 就要看老師 自己的預算 因為家裡面要擺什麼 要靠你 對不對 你是不是找左手邊的家具 你看你要有 這個沙發的 要有床的 自己擺進來 因為我們今天主角是做房間 等一下呢 你的棉被 你的整套 都可以換成你喜歡的 剛剛有人那個牆壁有沒有 喜歡貼那個 有時候偶像的 其實也都可以 我們都可以客製化 好不好 所以現在就麻煩各位 你有了剛剛這個空間之後 請你 自己把家具擺進來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找 我們在模型裡面順便跟大家提醒一下 這裡面 請問 起居室就是我們一般講的什麼 客廳 對對對 Divin Room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找臥室就找臥室 但是我還是強調 絕對不會 臥室的全部都在這裡 你還是可以用關鍵字 如果你覺得我就是沒有找到我要的 你試試看用關鍵字 中文大部分都可以 你看我進到臥室裡面 好 如果你要床 你就找找看 有沒有什麼床 你比較滿意的 如果這裡沒有 你就直接 找床 但是 我們在找模型有一個地方 老師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在這個類別 我打了一個床 他只會找這個類別裡面的床 所以如果你要找全部的 麻煩你 所有類別你就換到全部 這樣子 只要有床這個關鍵字的 通通都會跑出來 這樣你的選擇會比較多 這個 老師稍微留意一下 好所以我們找看看 你要什麼樣的床 自己挑 好 放進來 有沒有 這樣就一個床進來了 其實你想看看 以前我們自己家裡面 你要 做這些擺設的時候 你是不是都用想的 所以 家裡面每個人想的都不一樣 以前你去家具行看的時候 這不錯喔 結果拿回來家裡面 好像跟當初想的 好像不太一樣 甚至大小還不合 更糟糕 所以說 像這些 我們是不是都很方便 自己家裡面改裝啊 我就可以先擺擺看啊 你可能有不同的造型 不同的擺放方式 我們都可以先透過這樣子 實際來做看看 那這樣子呢 以後出錯的機會就比較少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適合 溝通的方式 所以看各位 你要什麼床 然後呢 你要 這個沙發 你也可以直接找 關鍵字沙發 好 那我們就可以找找看 有沒有你覺得適合的 反正這些材質 通通都可以用 它裡面也有藍骨頭喔 所以我就再擺放一個進來 喔這個 反正所有模型的材質都可以變 所以你先找東西 不滿意的 我們再來改 那如果你要有電視 你可以找一個 TV 它也有這種牆上的電視 所以等一下呢 如果你想要在裡面 放什麼你自己覺得喜歡的 這個 節目 我們就自己放進去 電視不夠大應該知道怎麼做的吧 對啊 你看不用花錢多好 對不對 像不像那個 之前有一個 TIDA 那個廣告 汽車廣告 就把它變大 記得喔 如果你要等比例縮放 要按住什麼 SHIP 這樣才不會說 你做出來的這個 改變的模型 好像那個尺寸 比例不大對 那如果你要 桌子你就找一個桌 就可以找到很多 有關桌子的 這個部分 不管你是書桌 還是化妝桌 這邊都很多 事實上我們還可以去外面 call out求救啦 因為 這裡面 其實還有很多可以用 我來看一下 看你要擺在哪裡 所以有沒有感覺到 光去買東西回來擺 也是要花一點 傷腦筋的地方 對不對 到底買什麼 擺什麼比較好 真的 好 我就先簡單做這樣 那 先把時間留給大家 OK 沒有關係 老師又問到重點了 因為你現在擺家具了 請問牆壁跟地板 是希望不要動到它 怎麼辦 當然有辦法 找鎖頭鎖起來就好了 你看 我們尺龜的左上角 有沒有一個鎖頭 你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鎖起來了 你現在再動看看 這個地方 鎖頭鎖起來了 有沒有 牆壁不能動 地板不能動 解開 現在就可以動了 所以它鎖是鎖地板跟牆壁 它鎖的東西叫做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名詞 這個 叫做 基本元素 這個 基本元素 所以你看喔 什麼是基本元素 牆壁跟地板是基本元素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我的 電視 已經確定擺在這個位置 是不要再動的 我可以把我的家具 其實在使用程裡面把模型稱作家具 我把模型點兩下 你只要跟它講 這個模型叫做基本元素 它就會怎麼樣 當你鎖頭鎖下去的時候就自動被固定起來 你看我現在已經有了 你有沒有感覺到 我電視選不到了 對不對 我就選不到了因為我鎖頭鎖住了 它就連 連這些模型一起鎖起來 地板跟牆壁只是最基本的成員 這樣OK嗎 有感覺的喔 你看 其實說真的我們要做室內設計 以前要做這個 很難 沒有學個幾個月 甚至一兩年 是不是就沒有那個 就是這個工具可以做出來 那 現在工具變比較方便了 所以老師需要的是什麼 真正去外面學室內設計 因為你要學的是概念 而不是學軟體 老師了解概念了嗎 以前我們是沒有這些工具 所以我必須要花很多時間 是不是要去學軟體 就好像老師要學Word 學PowerPoint 為什麼 因為 你要做簡報啊 可是我要先把這個工具學會 我才能夠做簡報 才能夠做 這個文件的編輯 對不對 現在 工具變簡單了 你看我們現在有AI 以前我們要 學 所謂的輸入法 就是因為你要透過電腦來輸入 現在 只要會講話就好了 有沒有語音輸入 是不是就不用輸入法了 所以工具變簡單了之後 我們隨後我們就是 跟那個道理一樣 你要學的 反而是什麼 到底室內設計要做什麼 怎麼樣才叫室內設計啊 我要學的是設計 而不是學工具 對對對 好所以 這種才叫做素養 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是學他的精華 我指揮工具有什麼用 沒錯吧 指揮工具是做不出 東西來的 其實他的模型 都是已經是預設了尺寸 你可以改 其實有說 因為我們不知道原神尺寸 對對對 所以他這些模型啊 其實都是我們一般就是 標準 標準的尺寸 比如說單燈床就是 對對對 比如說 我們 台灣的話 單燈床就三燒六燒 對吧 那個雙燈床就五燒六燒 還是六燒六燒 對對對 就是 我們有比較標準的尺寸 對對對 那當然你可以 因為現在都會有很多客製化的 因為 以中國人來講 要下文工 對吧 魯班辭 所以如果你的沒有 那就是 你可以自己去進來 再去調整他的 你看 如果要很精準 就從這邊 所以你看我們以前 在做室內 自己家裡面 裝潢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去用紙去量 啊我這個空間 夠不夠放這個家具啊 那這個也是一樣啊 你今天 我 真正照我那個空間來做的 我就量好 這個家 沙發 我是多大的 我即使樣式不一樣 但是我至少可以把尺寸放進去啊 我就知道說擺上去 我再加上這個床 再加上什麼 大概的樣子會變什麼 這樣有了解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 這就是學設計 真的真的 學軟體是不得已的 哈哈哈 那我們在旁邊很多的樣式 我們可以自己重新定義命名嗎 當然可以 哈哈哈 你怎麼都 問我可以了 哈哈哈 這些材質通通都可以換 只是我還沒有講 因為現在是很多的資料庫嘛 那如果我們經過有要的一些護件的話 對因為你要的 就跟我們穿的衣服一樣 常常就是少那一件要出門的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可以call out求救 包括模型 包括材質 我們都可以去外面找的再放進來 所以為什麼我喜歡水溶三滴 就是因為 它不是封閉的 其實像我們 我用了水溶三滴之後 我才發現 原來室內設計的軟體超級超級多 而且好用的很多 但是我們在挑的時候 我常常會遇到一個情形 它是封閉的 也就是說它 很好用沒錯啊 可是你要什麼 好好來付費 或者是要 就是你就不能客製化 你怎麼用它的 那水溶三滴它是開放的 也就是說我不只可以匯進來 我做好的東西還可以匯出去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這些模型做好了 如果老師真的有需要用到 VR 他需要3D模型 對不對 你可以匯出的 所以 進得來 進得來 出得去 曾經有位高雄市長講的話 哈哈哈哈哈 對不對 我們要進得來要出得去啊 這很重要啊 不然你就會綁在裡面啊 這樣沒錯 OK 這個是我當初會選擇用水溶三滴 一個很重要的 而且它也不用錢 分類管理 分類也可以管理 但是這個就是它有提供工具你可以去管理這些模型 有線上搜尋 線上搜尋 譬如說地支 這裡還不夠用 還沒有更多的椅子在 喔當然有啊 所以你簡報因為還沒有看到後面 所以 有啊有啊 真的有真的有 這個都有 對對對 那我們先給大家一點時間 先把你們加 擺一擺 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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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